邱淑儀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今天很厲害 你看 風也遷就了我 還沒預約也無法回到 何事這麼厲害呢? 就是今天 小優後我們拍攝音樂錄 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歌手是自己開車去的 很厲害,我們和安藤一起到達 是,在這裡,師傅 在這裡,沒錯 嗚呼! 嗨,嗨,辛苦了,大家 你好,Will 你好 你好 嗨,嗨 你好 你好,我是Will Oil 今天很開心可以參與K的音樂 《離不開》的音樂 這首歌是她第一次作曲、編曲和填詞 甚至這個音樂聽導演說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都是她和導演去談出來的 其實在舞蹈的時候 我沒想過會看到K本人 會有什麼甜點? 會有什麼甜點? 在這個雪櫃裡面 這個是雪櫃來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 就是我精心挑選的一道甜點 先曼個關子 因為這個甜點都是在劇情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思 謝謝 這首歌其實是導演用這個叫做五月病 去包裝這個MV 春天其實令人覺得很容易屈滿 但其實春天也有另一個意義 就是希望給萬物帶來新機 在K裡面其實是飾演一個治療師 他慢慢地把我由一個不開心的情緒 去嘗試走一步 看看可不可以前進 還有看到K其實很上心 我經常都覺得拍MV對我來說 壓力很大 拍MV壓力大的原因是 經常都很怕做不好 會對不起歌手的作品 在這次MV裡面 K他也有不斷去街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這一道菜 你需要想起什麼 第二道菜 第三道菜 第四道菜 好了回到最後一個甜品 你要怎樣做呢 是一個啡菇 今天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拍攝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場面 就是 阿偉林 他就要吃一道的料理 就有好幾個不同的菜式 假設 這個料理是 好像一個魔術 他一吃 就會把它帶回到很重要的體驗 所以在吃這個菜式那裡 我就很認真地設計 跟一家我很喜歡的小店 他們就特別為我做了四道菜式 全素菜 就希望會合到我們的畫面 也都可以帶動了演員 就是進入回憶裡面 可以演繹到整個料理的意思 就是其實我們用一個好一點的心態去領略 曾經發生過的事 那我覺得一定會拍得很好 也都很感謝這間店的老大 那總是我不肯定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類似的感受 那但是 希望這首歌可以令到 稍稍抒發到一些感情 跟這首歌講話一樣 好好地面對它 我們最初來到 即開始拍的時候4點多了 看著星星 是啊 看著星星拍到去 很多人現在在我 去後面 你會不會之後不再拍我的東西 不會 你之後找我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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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了 剛剛剛剛偷聽到她說有project的 想到新計劃 哈哈哈哈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現在到時 到時不斷找一條片出來 多謝你找我 今次合作 多謝你 我們好像說到殺科 但其實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 最後場景還未拍完 還有 繼續跑 繼續跑 是森林繼續跑 但是這個 即會飄加 是啊 即會飄加正義 你就是心靈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再來一次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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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了 辛苦了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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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